她下來了 嗨 喔這裡可以耶 是嗎 好那就這裡 那我要講一下說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堅持一個禮拜一支 就是我們剛開始做前幾支我就跟Winnie說 欸你不要有壓力喔 有壓力一定要說喔 真的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的 真的 我們拍的影片就是為了好玩 好玩 不要有壓力 因為禮拜一支有壓力要說 對對對 結果沒想到這句話成了我們 互相吐槽跟勉勵的一個動力 可是我第一次就是被她這樣講的時候 其實我是真的有點懶的 然後我就很老實跟她講說 欸我們休息一個禮拜好嗎 對然後到最後我們都懶了之後 然後變成有人就是問我們說 欸這個禮拜是不是怎麼好像都沒有出現 真的是Facebook的計算的方式 都跳不出來 事實上是我們沒有就是認真的出影片 所以你看就是今天一定要抽空中午 對還抽空中午來 對抽空中午來 很不錯喔 好那我覺得大家這一次的那個 這一次的話題我自己還滿喜歡的 出國驗譽 驗譽 哇塞 自己這樣秀琳看可以嗎 就看妳的妳知道 妳的trend度 可是妳這樣是不是說 兩分鐘也不夠妳這樣子的 驗譽要兩天 還是要兩年 欸你知道其實我們這種亞洲人 雖然西方人不怎麼愛對不對 但是我發現妳只要去 欸有點亮 對啊太亮了 我們兩個都破曝了 好就是譬如說如果妳想要去歐洲 然後塗了其 其實妳瞬間就會變成滿燙的 那要這樣講的話 我在中東也超燙的 對 我在埃及什麼的 他都會拿舵舵來要娶我 好啦誰先講 你先講 好啦我先講 好我要講就是在義大利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點咖啡 其實我只想要點一杯拿鐵 可是殊不知就是義大利那邊的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他們 不知道什麼是拿鐵 他們是咖啡跟拿鐵 講妳是咖啡什麼 咖啡跟拿鐵 就是咖啡加牛奶 但是沒有拿鐵這種東西 對對對 然後我就在那邊 老半天 他們可能也不曉得我在幹嘛 然後後來就有一個很正的一個女生 就走進來 她應該知道拿鐵是什麼 所以她就跟她講說就是加牛奶 然後那個櫃台就 哇 恍然大悟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我恍然大悟的是 因為那女生太正 然後我就開始跟她說 你怎麼知道我要點那個 然後她就說 她之前有喝過這個在別的國家 可是她其實英文不怎麼好 但是我們就是試著去溝通啊 然後我們就在那個 就是他們很local的咖啡店在那邊聊天 是聊得還滿開心的 然後因為那時候已經是晚上 可是其實我那時候是沒有就是 邀過女生去喝酒的經驗 我完全沒有 但是那一天我就 你這不是燕運 這是搭訕 是搭訕嗎 對啊 燕運應該是說她就約你去酒吧 不是你 約她 好 土耳其 好啦 那我Shit一下 你要Shit一下 就是剛到溫哥華的時候 因為我剛到溫哥華的時候 因為其實也是人生地不熟的 然後我最記得就是那時候在去 他們最有名的那個Stanley Park 然後我那時候在走的當中的時候 去看到一個日本 非常可愛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她的時候 我有點害羞 然後她更害羞 那我們怎麼是接近的原因就是 因為我故意去烏雲路 欸 怎麼又是搭訕 欸 怎麼又是搭訕 對啊 你真的又搭訕啊 你這樣不行 你都沒有focus 今天是一件U的主題 那我被你講歪了 好啦 對不起大家 對不起大家 妳講妳講 我的驗譽喔 我的驗譽就是 某一次的旅行 然後我遇到一個法國人 然後那個法國人很厲害 然後她會氣過雨 然後而且很會彈吉他 就會背著她的吉他在旅行 我們本來都是住在hostel裡面認識的 然後我們去了另外一個地方玩 然後她在那一邊 她自己租了一間 她自己住了一個房子 就裡面有兩張小床 所以那時候我們大家 就各自從不同hostel 然後過來找她 然後一起喝酒一起玩這樣子 然後後來呢 玩到半夜快到12點多的時候 天啊 我沒有辦法想像 鳥獸散 所以沒有朋友上回家 然後就只剩下我跟她 她就跟我講說 因為我是騎腳踏車過去的 好 我就跟她說 沒關係我等一下再騎腳踏車 回我的hostel就好了 我說沒關係 然後她就說好 她就說那你就繼續留下來一起聊天 然後她就 我們就在那邊喝酒在那邊聊天 然後她就說 好好好 她就說Wendy那我現在彈吉他 妳來唱歌這樣 然後我就說她要唱什麼 然後她就說沒關係 她就說我自己選那個歌 然後她就 我只要把那個吉他的譜給她 她就會彈 所以我就自己去找 然後我就彈 她就真的 她就真的會彈 然後我就在那邊唱 然後後來真的有一點晚了 然後我就跟她說 欸我覺得太晚了 就是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睡覺了 她說不用啊 她就說我這邊有兩張床 她說你現在回去也太危險了 你就留著好了 然後我就在心裡想說 好像也沒有關係 因為 秀琳 按上眼 沒有硬硬 因為她是分開的 兩張分開的床 兩張分開的床 然後呢 原來每個國家的男生都是用相同的計謀 因為她就說她不會對我怎麼樣 對 對 然後我就說喔 然後後來 反正就因為就唱完歌嘛 很開心這樣 然後我覺得 喔啊好羅漫地特風 然後她後來她就自己進去洗澡 然後她就洗完 洗到一半的時候 然後她就探出頭來 然後問我說 她就說要不要 她就問我要不要跟她一起洗 然後我說 然後我就想想說哪一招 我就說喔我不用了謝謝 然後她又進去 然後進去之後她又 她就又開門 就大概過五分鐘之後 然後又開門 然後她就出來就說 Are you sure 然後 然後我就說 I'm sure 我說take your time 我後來沒有見 因為我覺得有一點可怕了 那妳用什麼藉口出去 她本來還問我說 妳想不想嘗試一下法式結文 妳這樣說什麼 但是我就跟她說 沒關係我覺得我還是回去睡覺好了 我就走了 妳就走了 她火都還沒醒 妳就 不要亂講話 秀琳會看 好啦那今天就是跟大家聊那麼多 希望就是大家出國的時候 有一段小小的厭遇 其實也是蠻好的活力 對 那還是要小心 譬如別人約妳洗澡的時候 不要亂答應 那我們下次見囉 Bye